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 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靠 我是主讲任志哥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资点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RDD的概念,RDD的执行流程,RDD的属性和RDD的弹性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QO军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会有老师为大家进行解答和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那么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 OK,同学们,那么我们开始这节课的学习 那我们这节课主要学习RDD的概念 那首先打开我们的温导简单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我们来介绍一个SPA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做RDD 那RDD是一个说写 它的全称是Resilint Distribute和DataSite 那么也可以叫做弹性分布式数据集 是SPAC中最基本的数据抽象 数据抽象 它代表一个不可变可分区里边的元素 可以并行计算的结合 那之前学习过程当中 在最先开始介绍SPAC的时候 也跟大家说过 SPAC是一个并行的计算框架 所以这里是因为有了RDD 它的一个概念在里边 除此之外 这里RDD具有数据流模型的特点 包括自动容错 包括位置感知 然后调度可伸缩等等 除此之外呢 RDD允许用户在执行多个查询时 显示的将工作局缓 工作级缓冲到内存中 那这里这个缓冲到内存中呢 它其实有两点 一个是Catch 一个是ChickenPoint 那在后期呢 我们会在学习过程当中呢 给大家介绍出这种几种方式啊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后续的查询呢 能够重用工作级 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呢 查询的速度啊 除此之外呢 在这里 我们之前呢 学习过MR 也就是MapReduce的一个计算过程啊 如果各位 如果没有接触过MR的呢 可以看我们签锋出的 Hadoop视频里面 会有MR给大家进行介绍 那在这里呢 我就不在罪MR进行复述了 我这里直接进行说明 那我们MR的过程当中呢 是对数据呢 没有进行抽象的 MR其实就是分为Map端和Reduce端 它在对数据没有进行一个二续封装 而在Spark中呢 对数据进行了一个抽象 提供一系列处理方法 也就是说RDD啊 也就是说RDD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怎么理解的RDD呢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 那之前呢 我相信各位如果接触这Spark之前呢 或多或少都接触过其他语言 那其他语言当中呢 其实我们在编写代码的时候呢 都有一个概念叫做面向对象 那么在面向对象当中呢 我们想创建一个对象的话 必然要写一个类来描述这个对象 对吧 那么其实这个类呢 就是对对象的一个封装 对吧 也是对对象的一个抽象 那我们会对对象当中的一些属性值 写到这个类当中 对吧 那如果我们创建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初始化这个对象 那并给当前写的这些属性进行负质啊 对吧 那这个类呢 其实就是一个抽象 那我们这个RDD 其实也是提供了这么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 我们提供一个专门叫做RDD的一个抽象 它对当前我们Spark 进行处理的这些数据啊 进行一个封装 那么我们对RDD的操作 其实就是间接的对当前数据进行操作 所以这里Spark计算的基石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RDD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告诉大家 我们的RDD对我们很重要 除此之外 为了用户屏蔽了底层对数据的复杂抽象和处理 这是RDD所提供的 而且呢 为用户提供了一组方便的数据转换与求职方法 也就是其实说的再直白点 如果大家还想进一步理解RDD呢 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 那么无论是哪门语言呢 它都会有一些常用的API 例如像加入语言当中呢 我们会学习集合对吧 包括什么list集合 side集合 map集合 那这些集合呢 是为了我们可以更加方便的操作数据 对吧 那么除此之外呢 你更加方便操作数据 是不是这些集合会提供一些方法给你使用啊 对不对 我们将数据存到这个集合当中 通过一些方法可以处理集合中的数据 其实RDD也是完成了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RDD呢 也提供了一些常用的方法 Transformation和Action 那么这两个呢 在spark当中呢 我们称之为算子 那这两个算子可以对RDD中所存储的那些数据 进行一些转化计算 所以在里面它呢 会非常好用 而且呢 现在的开发过程当中呢 都是面向对象的思想 对吧 那么我们创建类的时候呢 对类的一些封装啊 属性方法 那么也是抽象出来的 那么这些对象呢 会具备着这些属性方法 那么类也是对数据的一个抽象 其实这些呢 就是刚才给大家解释的那句话 那么在这里啊 spark的RDD呢 其实就是对数据的一个抽象 那这些呢 其实就是我们对RDD的一个简单说明 而且呢 RDD是Spark扣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无论Spark从0.几开始 还是在1.0的年代 1.x的年代 还是过路到2.x的年代 那么在这里呢 RDD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点 它不会随着Spark的堆叠 而放弃当前RDD的概念 所以RDD呢 对我们来说 还是无辜非常重要的 那在这里啊 我们可以 还可以怎样来看RDD呢 那上次呢 我们学习过 编写当前第一个程序 对吧 咱们写过当前一个 Spark程序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可以打开自己的ID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RDD的一个原码 我们简单来说一下 咱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稍等 我们来打开当前ID OK啊 那么这个呢 是咱们上之前讲过的一个 WorldCount的同学 包括给大家打包了 商量集群 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好了 我们这个位置是不是 通过那个Spark Contest 的.test field的时候 是不是获取了当前的一个反规值 那这个反规值类型 大家看好了 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RDD呀 对吧 那也说我们将数据 是不是封装到当前的RDD了 相当于对吧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RDD 同学们啊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RDD 那么这个RDD呢 大家可以看好 这个位置是一个抽象类 对吧同学们 这个位置是一个抽象类啊 抽象类 那么这个提供抽象类的作用 其实就是为了方便寄存于 当前的这个RDD 方便寄存于这个RDD 那这里啊 他呢 对RDD呢 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描绘 同学们啊 在这里都有 一些简单描绘 包括一些 你看这位置是不是 Spark Contest的这个对象 等等一系列的 这位置提供了一些描绘 那所以呢 其实RDD在我们当前 Spark当中呢 是一个相对来说 非常重要的概念 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呢 在这里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总结啊 那么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文档 那么打开我们的文档 文档当中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 也就是说 在Spark中呢 对数据的所有操作呢 不外乎呢 就是创建RDD 转换已有的RDD 以及调用RDD操作进行求实 每个RDD呢 都被分为多个区啊 在这里啊 我们有partition的概念啊 除了这些之外呢 这些分区上的运行的集群中 不同节点上 RDD呢 包含了像Passion啊 Java Skyler中任意类型的对象 甚至可以包含用户自定义的对象 RDD呢 具有流适啊 这个流模型的特点 包括像咱们之前说的 这个自动融刷啊 位置感知啊 包括伸缩调度啊 包括RDD允许用户执行多个查询啊 包括缓存提高效率等等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要掌握的RDD基本概念 OK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RDD